办公室贴的海报大大写着 陈勤找我 这里是台南市议员蔡立青的服务处 不过近日去传出 其中的黄姓助理主任 因为介入债务协调 涉嫌传讯息恐吓讨债 他找到指控为了600万债务 在23号晚间 带人前往一家女鞋工厂 不过最后没谈龙 还在事后传讯息 里头还写到泼妻甚至开枪 让债务人心生恐慌 因此报警 但黄姓主任却自认识误会一场 还打电话亲自解释 就连议员也出面还家 这个是当事人 借我助理的手机使用 然后呢这个其实当事人 他也不是要去恐吓对方 他是回应对方之前 对他一些言语的 这个质问或攻击 所以才会产生以上的误会 蔡立青声称 债权人以及债务人 当初在协调过程中 留下的都是代表人的联络方式 是债权方使用黄姓主任的手机 传给债务人才会让黄姓主任 背了黑锅 遭电话简讯恐吓案 受理后依法侦办 并通知当事人到案说明 议员智人帮忙处理载务周分却公卿辩识主还强调绝对禁止服务处同仁介入 识人纠纷 只是双方各说各话 如今智能交由司法解决 近新闻黄一轩林妙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